A.I. 科技智慧島 有了A.I. 還是要靠人做決定 A.I. 不能靠人做決定 A.I. 不會讓人丟了工作 是輔助 提升效率 像這種很常的情況 是他的肉侃 打開肺部病理切片圖 密密麻麻 有沒有癌症風險 A.I. 一秒告訴你 台科大醫工所教授王敬維 建立A.I.模型 儲存巨量影像 再用人工智慧 自動分析 電腦幫醫師判讀 病理切片 漏砍 或者是疲勞 或者是每個醫生評判的 標準不一樣 在A.I.反而不會產生 過去看切片 醫師盯著顯微鏡 慢慢看 看到眼花 透過A.I.秒判讀 專業醫師省下來的時間 用來研究臨床新療法 效益更大 不大跪就要工作 可能增加工作量 還要增加更多 理財 跟我的收入 跟我的健康 跟我的幸福指數 結合在一起 那麼你用A.I.它算起 你的收入多少 將順利益 你馬上給它算 郭台銘強調 人工智慧使用層面廣 AI指示先鋒 和輔助工具 以鴻海為例 應用實驗室 預計至少投資上百億元 要靠AI增加效率 準確率 開創產業新商機 三選張哲益 謝淑銘頭到